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他准备进去前 接到了神秘人的电话 神秘人绑架了他的女儿小英 并威胁他用催眠操控陪审团判白负没有罪 神秘人警告扎扎辉不要报警啊 他会一直通过监控看着的 扎扎辉进小黑屋交手机前 将小英被绑架的信息发给他 现在只能将希望寄托给那个人了 扎扎辉根据神秘人的指示进入小黑屋后 立刻进入厕所处拿到了隐形耳机进行对话 里面还有一张关于各个陪审员的资料 扎扎辉快速阅读完资料之后 发现这双腿残性的女人弱点明显 资料冲进了马桶里面 他呢也有了一个计划 回到位置上进行第一次裁决投票 只有眼镜哥是赞成有罪 而自己和轮椅姐呢则是选择了气票 他不停地啃咬手指 显得非常不安 甚至都咬出了番茄酱都没发现呀 这种扎扎辉更加确信这女人入手最简单 主动去帮轮椅姐贴穿个贴 来到茶水间 趁着四处无人啊 便开始施展了她的催眠术 利用言语和饼干的引导 可是这肇事司机没承认罪行 还请了律师洗脱的罪名 那个律师就是小美的辩护律师 家家辉顺势给她植入了 判小美有罪就是判司机有罪 就这样 轮椅姐成功被催眠成功了 家家辉偷偷偷将冰块放到台茶上 装作没事又继续回到座位上进行讨论 轮椅姐还没意识到自己被催眠了 一改之且唯唯诺诺的样子 现在将其化来非常犀利 让其他陪审员都非常惊讶 这弄个创可贴性格就变了 就在这时 家家辉放的冰块终于融化了 排沙进水造成了段落 周围一片漆黑 她趁着混乱想偷偷求助信号交给警官 很可惜啊 就差一点点 眼镜哥是神秘人安排的内鬼 在现场监视渣渣灰 眼镜哥通过摄像头 将纸张信息告诉神秘人 里面写着 你爱我 我爱你 神秘人一看这不懂啊 这什么呀 赶紧问一下肚娘 你爱我 我爱你 你学冰成甜蜜蜜 你爱我 我爱你 你学冰成甜蜜蜜 没了 啊 看她这一脸自信的样子 就知道她并不清楚这哥的可怕呀 很快短路已经修复好了 才学投票继续进行 没办法 家家辉只好听从神秘人的指示了 继续催眠其他陪审员 下一个目标啊 就是隔壁的女强人 家家辉故意将她的包弄掉 帮着捡东西 顺势利用项链进行催眠 让她确信只要盼小美有罪 她才能大赚一笔 如果林子仪无罪释放 到时候你就会输到一无所有 就这样又一个目标解决了 神秘人啊 对此是非常满意 他还一直单曲循环那首歌 果然是热听热上头啊 这不是男啊 可以说是全场 除了渣渣灰以外 智商最高的一个人 想催眠他投票 难度可是非常高了 只好想办法送他出去了 你的福报 已经终着一道 博士男被催眠深陷幻境其中 触发了杨天峰 就这样 威胁罪大人也被送走了 现在只需要催眠多一人 才能完成神秘人的要求 唯一的办法就是制造意外 让他能够再催眠多一人 神秘人安排眼镜哥 领微波炉制造意外 就在大家一起讨论的时候 佳佳辉战乱离开了房间 并引导胖叔出来 通过警报声和信号灯 催眠胖叔 来到法庭上 佳佳辉告诉胖叔 自己的女儿被绑架了 进一步催眠 他以为是自家的女儿被绑架了 现在已经有三人被催眠 足够票数判小美有罪了 黑市员们来到新的房间进行投票 这一次的投票 将会直接判定罪名成立 神秘人也在着急 等待着投票结果 当小弟告诉他罪名成立时 他可高兴坏了 赶紧告诉老板准备好钱付款 那个老板就是小美的二伯 原来案件的真正凶手是他儿子 二伯为了帮自己儿子洗脱罪名 雇佣了神秘人帮忙 而神秘人曾经是一名警察 他在一次行动中 见识过扎扎辉催眠的厉害 所以才会绑架小英 威胁他催眠其他陪生员 到了开庭的时候 陪生团这边却告诉大家罪名不成立 这个把小美二叔和儿子懵了 这和说好结果不一样呢 原来啊 扎扎辉在投票前就已经把眼镜给催眠了 等会无论怎么投票 他只知道结果是罪名成立 扎扎辉在投票时就已经解除了对大家的催眠 这才导致小美的罪名不成立 这下可怕神秘人气坏了 立刻通知小弟撕票 小弟这边刚好动手 突然气球爆炸 导致现场一片混乱 这个男人就是博士男 扎扎辉弄倒他时 偷偷塞了张纸条 请求他的帮助 博士男看到纸条就明白怎么回事了 突然有人抓着小英逃离到了电梯里边 难道这又是神秘人的手下吗 啊 其实这个男人就是扎扎辉的希望 小英的舅舅 扎扎辉进入小黑屋之前 将信息发给了他 小舅子曾经当过兵 收到信息 第一时间就追踪了过去 好几次都差点能够救下小英 奈何啊 这对方手里有枪 战斗力也不弱啊 甚至自家兄弟 为了救他被敌人炸死 他和博士男抓住扎扎辉制造的机会 成功救下了小英 在大厦顶楼 小英干爹早就已经安排直升机救人离开了 神秘人没有听到手下传来的信息时 他就知道行动失败了 气得他到处寻找扎扎辉的位置 可他不知道的是 一开始扎扎辉写的求救信号 就是给他的 为了就是呢 通过音乐催眠神秘人 让他一步一步陷入到音乐的环境里面 他现在总算是明白了 当初扎扎辉是怎么催眠犯人的了 扎扎辉也是终于看到了自家女儿安全地回到了身边 最后涉嫌安全的相关人员都落网了 好了 催眠采集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催眠和审判相结合 可谓是相当新颖了 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搜来看看 最后就用扎扎辉电影里面的一句话 大家呢 要是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点关注哦 我可没有给你们催眠哦 我是大Birda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